我們請主委 李主委 主委好齁 我發現剛剛我們好幾位 我們民進黨委員的這個 這個發言 都是在呼應我們去年 在這裡 對我們這個我們李主委這個 不應該齁擔任這個 我們中選會主委這個事件 這個呼應啊 您聽得懂嗎 剛剛他們 我解釋一下 剛剛他們一直說啊 一直說這個 這位副市長高雄市副市長 如果說他擔任這個 罷免這一次的這個主任委員 選務工作的主任委員 因為跟他自己有利益衝突 有很大的利益衝突 所以他是不是不適任 這是很多委員說的 那去年我們在主張啊 主張我們您啊 在這裡我們在內政委會主張說 您當初是民進黨黨員 後來當然退出 就是說那您來擔任這個 中選會主委啊 這個事實上那你來主到時候 這個1月11號這個 總統副總統這些相關的 公職人員選舉也是由您來主持啊 那個這樣也有很大的這個 利益衝突啊如果照 剛剛這幾位委員的這種邏輯 提示成立的話 那中選會因為是行政院長提名啊 行政院長是總統提名嘛 所以這樣子邏輯成立的話 您也不能來擔任我們這個主任委員 去年的情形比較激烈啦 在這個地方很激烈 所以我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他們提出這樣的 這個事實上就是在呼應 國民黨去年的這個時候做的事情 是正確的啊 當然最後您還是擔任我們的 不過不管是去年不管是今年 其實我們的立場是一樣的 都應該要依法辦理嘛 依法辦理嘛 選務機關就是獨立 要中立 要超出黨派以外 對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看到您是不是 所以去年就不對了 剛剛如果這樣那你剛剛是說 去年如果去年不對 那剛剛民進黨這些委員講的 也都是不對的 你現在是間接呼應這件事嗎 我沒有看到他們在吵 剛剛啦剛剛他們提說這樣是不對的啊 這個 大家可以討論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 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來 就是那個過程 我們來討論 比較實際的這個問題 我剛剛看您的回答也是都是 中規中矩啦 依法辦理啦 我是覺得 這個也是有遵守這種中立這個立場 這個是值得肯定 至少看到目前為止是這樣子 好 那我來請問比較重要這個法律問題 就是說 現在罷免案嘛 如火如荼 已經進入這個第二階段 那現在比較重要的是認定 這個罷免連署者 他的這個資格 那要怎麼樣來認定這個 這些人 不能當罷免連署人 法律規定 哪些人必須被踢除啦 查對的規定裡面 大概有五款的情形 是應該要以刪除的 那這五款的情形包括說你必須要 這些連署的人必須要是原選舉區的選舉人 第二個 你不能夠同時不能夠 既為提議人 又為連署人 第三個 你的姓名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這個都要寫好 第四個 就是說 你不能夠有這個所謂的偽造啦 或者是代科啦 這種情形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就是要親自簽名 就是要親自簽名 簽名或是蓋章 我想罷免案也好 公投的連署也好 包括 對 你要怎麼查核 一個連署書出來嘛 下面簽上李靖勇 你怎麼查核 這個人是不是 李靖勇親筆的筆跡呢 是 送筆跡鑑定嗎 我們有奠定一個注意的事項 什麼查核可以告訴我們嗎 奠定一個注意的事項 就是說要看你的筆跡啦 看筆跡 你怎麼 你不認識他 你怎麼知道他筆跡這樣 我知道委員的意思 怎麼來 你送限定嗎 我們總是在 沒有很明確的標準裡面 還是要奠定一些標準 所以怎麼來查核 我們現在就是說 這些連署人 比如說幾十萬個人 你怎麼來查核這個人 是不是他的親筆簽名啊 最主要的是一個所謂的 還是一個一個打電話去問啊 同一的一個筆跡簽名 所以說如果一張紙 從頭到尾都是 大量的代鈔代寫的話 所以如果一張紙 從頭到尾 比如說李靖勇他的連署書 從頭到尾都是我陳怡針寫的 後來我也寫上李靖勇三個字 從頭到尾都是一字的筆跡 這樣子這個就不會被 提出是這樣子 這個當然認定有的比較簡單 有的可能沒那麼明顯 沒有啦我現在就是 現在請問您這個認定標準嗎 因為這個是要查核的嗎 這一定有一定的標準嗎 對吧 前面都是 我沒有訂定一個參考的 那我現在就是在詢問你這個標準 所謂的標準 你們怎麼查核啦 法律的規定就是說 你不能夠是偽造的 當然啦 問題是你怎麼查核 那代科不代科這個恐怕比較難以 那是不是代寫的 是不是同一筆記 可不可以代寫啊 同一筆記 簽名不可以一定要親自 也不可以代寫喔 我想請教 簽名的部分 就只有簽名 所以前面可以讓李靖勇 讓您整個填完 然後如果是我 我來簽名就好 前面可以你整個填完嘛 沒有問題 所以那你剛說前後筆記 不一定會一致嘛 前後筆記是你很多這個名冊嘛 有很多名單嘛 我就指這一張名單來講 這張是陳玉珍的連署書 到底是不是同一筆記 前面都是你寫的 前面都是這些罷韓團體寫的舉例啦 然後最後我來簽名 這樣算不算數 你簽幾個名 就是簽後面那個連署 是簽委員自己的名字 這張是我 我簽我自己的名字 可以嘛 所以筆記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那個嘛 就是最後只要是你簽名就好了 好那最後一個 那才有一個問題 那這個時間呢 什麼時間 這個 因為這個罷免分好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開始以後 才可以開始第三階段 這個都知道嘛 原來的提議人也不能當 連署罷免人 這也剛剛說過對吧 好我這樣子 你知道我在問什麼嗎 我知道 好那提議人是這些人 那到時候他在提議的時候 事實上就把這些都簽好了 然後連署的時候好 我連署我陳玉珍連署罷免 那但是日期沒有嘛 我可能在 比如說你2月10號才開始 可以做進入第三階段 但是你在2月5號 就把這些書都填好了 最後呢 他說我這個罷免團體自己去填了2月12號這個日期 符合規定的日期 這樣 你說第一階段還是第二階段 第二到第三中間 第二階段 第一到第一 第一 先有提議嘛對不對 提議完才開始 你們準了以後才開始連署啊 對不對 第二階段 規定是這樣嗎 第一階段過了你會給他一個公文 然後接著開始第二階段的開始連署 對你這個表格嘛 但是如果說他事先就把表格都先做好 然後就把所有東西都先簽好 表格一定要是我們中選會發的表格 他再去印字啦 喔對啊 你們這個表格是網路上做到他就事先先印好 然後在第一階段就把所有東西做好 但是他沒有填日期喔 不行不行不行 我想請問你啊 我們一定分得出來啦 因為我們有這個第幾屆的 什麼什麼什麼案 你光這個案有他之前就不知道 所以我要詢問的 這個要很清楚的很清楚的說明 第二階段的連署 是不是一定要在第一階段提議被驗證符合規定後 才能正式啟動連署 他領了我們所發給的連署表格之後 才能夠進行第二階段的連署 所以他可不可以先填好連署書 日期第二階段再來填 我們要看他的連署書 我不能夠說他可以先填 但是我們要看他的連署書 他可不可以先填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先填 但是根據 你不會知道他是不是先填 他日期可以往後填嘛 根據法律的規定 是必須要在我們的這個連署書 日期可以往後 他才可以去 沒錯 1月1號我就填好這個表格 然後到了你準了 假設是2月10號 我們才來把日期 那個表格才被填上日期嘛 是不是這樣子 那這個 這份有沒有效 第一個他必須要是根據我們的這個連署 對 所以如果不是印 如果不是用你們 我們講清楚喔 如果不是用你們在那個 第一階段認證過後發個的那個紙張 對不對 那個表格 自己去印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說自己印的啊 就一定要你們會發表格給這個第二階段嘛 對 所以如果他不是用原來的那張紙就不行對不對 不是原來那張紙 就你們發的那一張啦 你們發的那一張 就你們發的 你們發的就是這一張 你們發的 如果他用別張可不可以 先填好先印好 表格很像可不可以啦 我就跟你說要用我們的法 我知道用你們的表格 然後他去影印嘛 我們只發給他一張 對他去影印對不對 好 那他可以事先就去影印啊 事先的跟我們的不一樣啊 跟我們的表格不一樣 表格都不會一樣就對了是不是 那如果日期我把它填好 日期別人來填可不可以 那就沒有日期 不是 喔沒有連署沒有日期喔 連署表格沒有日期 連署表格可以拿一張來看一下嗎 齁 是沒有日期嗎 所以連署連署上面沒有填日期喔 所以只要他是用我們的表格 符合我們的表格的話 就可以 那你等一下請你提供提供一張這個連署的 因為這個影響到 你如果在第一階段齁 第一階段在做 然後第二階段 不是本人的那個 你剛剛已經說得很清楚齁 如果上面的表格齁 填的都是我填的齁 最後因為這是你的你簽名 這樣也是可以的嗎 就是說別人來填 但是你只要簽名就可以 好那你第二 你只要做第二階段就是表格沒有日期嗎 齁 好謝謝那你要提供 到了嗎 好謝謝齁 謝謝齁 請五分鐘